明明公务员工资不高 每月只有3000到5000元 但为什么他们都有钱买车买房呢 这背后有什么秘密 你一定遇见过自己的公务员朋友 月薪三五千却开着闪亮的汽车 或者是在你们周末一起聚餐的时候 听到某位公务员朋友 讲述自己刚买了第二套房 这会让人感到非常疑惑 为啥农民工一天挣三四百块钱还是穷 公务员一个月3000却能买车买房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农民工和公务员的工作性质是不一样的 公务员算得上是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 享有应有的福利和保障 而农民工是劳动市场中的一种特殊群体 他们的职业不稳定 并且缺乏相应的福利还有保障 在现代化的城市中 农民工基本上没有长期的 都是靠着打零工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而这种零工一般都属于高风险低保障 虽说农民工一天可以收入三四百元 但是这笔收入并不稳定 因为不是每天都可以接到火 而且很多农民工的收入是要养活整个家庭的 这样相比较下来 公务员的工作性质稳定 职业前景相对来说也好很多 是我们口中所说的铁饭碗 所以他们可以更有信心的进行长期财务规划 这就为他们购买车和房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虽然说公务员的工资的确不高 但是他们却有着很多其他行业没有的福利待遇 比如公务员享受稳定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时间和其他行业比较的话 他们的工作强度相对来说较小 这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其他的经济活动 比如一些公务员私下会有负投资 与此同时公务员还享受社会保险 住房补贴和医疗福利等等 还有就是公务员的薪资构成 月薪三千到五千 对于大部分生活在大城市的普通人来说 这些钱只能顾得住平时的生活 要是公务员只靠这个薪资的话 生活水平上可是实现不了奇迹 他们之所以可以买车买房 那是因为他们靠的并不是他们的一点点底薪 明明公务员工资不高 每个月只有三千到五千元 但为什么他们都有钱买车买房呢 这背后有什么秘密 首先我们知道的三到五千只是公务员的底薪而已 但实际上他们的真实收入并不仅仅是由基础底薪构成的 还包括年底绩效 工作评价将近还有其他方面的各种奖金 这些额外的收入算下来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可以用万元来计算 要是你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公务员 那么这个数字可能会达到十几万 这样几年下来 他们就可以有足够的积蓄买车了 而公务员福利补贴 是他们可以买得起车房的重要原因 这些福利包括餐补交通补贴等 当其他人需要工资支付这些生活费的时候 公务员们却可以因为补贴而剩下一部分钱 并且每次到节假日的时候 公务员的单位还会发放米面油 甚至是洗衣液和餐具等生活用品 别看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消费 但是时间长了 这些节省下来的钱也不少 另外 公务员的住房公积金是他们买房的秘密武器 公务员的公积金通常都是较高的 几年下来就会攒下一笔可观的金额 要是夫妻两人都是公务员的话 那说不定可以攒出一套房子的首付了 只要攒过买房的首付 他们也可以利用公积金贷款买房 这会大大的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 普遍公积金贷款的利息是比其他的低 这也会减轻他们还房贷的压力 即使两人就一方是公务员 有公积金在 他们也是可以承受得住房贷压力的 另外 公务员在职业发展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 因为他们的职位晋升 一般都是通过考试 或者是内部选拔的方式进行 而这种方式相对来说 比较公平公正 只要你通过自己的努力 就会得到回报 这样公务员一旦进入了体制内 就会有机会提升职位和待遇 这时候理所当然的就是工资也会增加 这样他们不仅可以轻松地还房贷 手中还会有富裕的钱 还有就是公务员通常拥有较好的人脉关系 因为他们的工作 就是需要和各行各业的人员接触和交流 这些人脉关系 不仅为公务员提供了职业发展机会 说不定还会为他们提供一下 投资和理财方面的建议 通过正确的投资渠道和理财策略 公务员们可以获得工作之外的收益 离他们买车买房的目标又进了一大步 明明公务员工资不高 每个月只有3000到5000元 但为什么他们都有钱买车买房呢 这背后有什么秘密 其实尽管公务员的工资不高 但是考虑到他们稳定的工作和各种福利待遇 职业的发展潜力和额外经济来源 以及政策优惠 他们可以购买车房的能力 并不让人觉得意外 另外还有一个相当实际的情况 那就是大多数的公务员家庭条件都不错 我们都知道 现在成为公务员的报名要求并不低 基本上都是要求本科以上学历的 并能提供全面的教育 满足这些条件的 就说明家庭条件不会太差 还有就是 现在公务员考试的复习周期比较长 有很多人都会全职备考 这段时间都是需要家庭支持的 一旦子女考上公务员之后 就要去远处工作 父母往往会第一时间处理他们生活上的事物 比如为他们安排好住处 甚至有条件的直接帮子女付个首付 这些在生活中都是存在的 如今随着这样的情况变得普遍 自然会给我们一种 公务员生活十分优渥的印象 并且他们的工作和工资都非常稳定 只要你每个月都上班 那就不用担心还贷的问题 相比之下 很多普通工作人员的薪资变动幅度大 比如销售人员 或许这个月业绩好 下个月就没有业绩 没业绩的话就只能拿2000多点的底薪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 即使是攒够了房子的首付 也很有可能怕还贷压力大 而不敢轻易买房 所以工作的稳定性 也是公务员可以大胆买车买房的重要因素 公务员的工资看起来不高 但是他们综合收入和福利是远超我们想象的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 公务员中还是存在一部分经济困难体的 尤其是那些工作年限较短 或者是职位较低的公务员 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 他们的福利并没有老员工那样优渥 所以他们的生活也往往没有老员工过得那样滋润 这就需要他们付出较大的努力 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能力了 大家对公务员买车买房现象感到疑惑 主要是因为不明白公务员的生活圈子和工资构成 补贴 津贴 奖金 保险和公积金等 这才是公务员的真实收入 要是按照年收入来计算的话 一年超过10万的公务员占了大多数 15万以上的也不少 一些沿海地区达到20万以上的也比较常见 最主要的是这些工资还是税后的纯收入 一般都是白领月薪过万 一年的收入也未必比一个公务员高 所以公务员虽然拿着死工资 但这并不代表公务员就穷 事实上恰恰相反 其实大家看看这些年公务员考试的火爆程度就知道了 公务员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工作